南家华人华侨社团举行大型示威活动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窜美 遭到南家华人华侨的强烈反对 4月4日傍晚 当蔡英文以过境之名抵达洛杉矶后 在她入住的威斯汀伯纳望迪尔酒店门口 迎接她的是激昂响亮的歌唱祖国和五星红旗 南家多个华人华侨社团聚集在现场 举行大型抗议和示威活动 大家高喊台独只有死路一条 有的侨胞聚集高喊反对蔡英文打倒台独 怒斥其为民族罪人 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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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– 公子 反对台独 华夏电台记者台访报道